十万多名反政府抗议者走上巴林首都街头 展示反对陷于困境的君主制统治者的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巴林国王再次向反对派让步 释放了几十名政治犯 抗议活动的组织者说 星期二的集会是这个波斯湾小国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示威 巴林只有50万人口 数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挥舞旗帜 其中大多数是巴林的多数十业派穆斯林 他们星期二走上麦纳麦的街头 包围了商业区和巴林商场 要求政府下台 并举行游行以展示民族团结 一些抗议者在首都的明珠广场露宿 那里已经成为示威活动的中心 反政府活动人士举行了持续一个多星期的抗议活动 但星期二的集会 据信是巴林反对派政党召集的第一次集会 一些获释的政治犯从监狱直接前往明珠广场 其中几人被欢欣鼓舞的人群举起 至少50名政治犯星期二获释 包括25名实业派的活动人士 他们从去年以来一直因被控阴谋反对国家而受审 所掌